作為是直接把那個業務 篩選業務拿來改 變成多重篩選 底線的話就是業務與產業表 那你可以去找別的 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地方做一個變動而已 我其實有一個把它mark起來的暈端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多一個Y 本來是X而已 多一個Y 所以房呆 其實剛剛前面我很多地方房呆我沒有改 那我也覺得這可能你們自己再自己改一下 再確認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細節 你就把每個細節都注意到的話 那這個系統就無敵了 就不會壞掉 不會壞掉人家就不會找你麻煩了 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所以要想的就是要全面的 然後再來就要不斷測試 另外還有一點 盡量不要讓那個邏輯太複雜 因為如果你邏輯太複雜 你就要去想各種可能性 然後去防堵說那個錯誤的發生 所以有一個系統 要耐用就是最簡單 什麼都不能用 就是只能用這幾個功能 那它就比較不會壞掉 所以也不要太貼心 什麼都要去幫人家設想 最後自己反而很麻煩 因為程式一直出問題 一直出問題 然後一直就有人跟你講說 你這樣改比較好 那樣改比較好 這邊說這樣改 你改完之後 另外一個說這樣不好用 要那樣改 你永遠在改程式 所以你要堅持 像我以前我很有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我對客 對那個我們客戶都不是很好 因為他可能說 你要這樣改可能比較好 他蠻客氣的 我都回他說 他說我強烈建議你用我這樣的邏輯 就這樣就對了 一定穩定 不過他們也蠻好的 他們說 你這樣的建議真的很專業 其實有的時候是因為我寫不出來 那個時候 所以我只能先跟他講說 你就先這樣用 真的也比較沒有問題 之後有問題再說吧 不過現在好像因為 因為工程師太遷就客戶端 所以變成說 永遠改不完的程式 OK 好 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原來是一個AutoField 有沒有 三欄跟那個X 那頂就是加一個 如果你有兩欄以上的話 你就是再加一個AutoField 就是你第一層篩選 第二層篩選 如果你有第三欄 第三欄篩選 哇 這樣就可以找到更多資料 這個叫多重欄位的篩選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其實以前真的就是 我記得我好像都幫你 他就是寫這東西 那Excel也都做得到 為什麼沒有人這樣用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以後 你身邊只要有Data 說真的不用擔心 你現在是擔心沒有Data 你Data越多越好 以後你要找什麼就有什麼 只要熟悉什麼 如何利用篩選功能把它轉換成VBA 馬上就可以做出你要的請